十七號清晨 馬路上五名男子圍成一團 隨後接頭開打扭打成一團 其中一名男子持刀攻擊 雙方人馬誰也不讓誰 一路追逐還跑進KTV 警方獲報到場圍捕 持刀男子衝進KTV 兩名警方到場又倒退兩大步 不敢輕易靠近 因為男子手上有刀 兩名員警手部被割傷 請來支援 最後將男子壓制帶回 警方了解 雙方在嘉義西區 疑似先發生行車糾紛 爆發口角後 兩肢體衝突 因行車糾紛 引發的衝突打架行為 警方在壓制逮捕過程中 不慎遭流險手持的刀具 划傷了手臂 台南街頭路口一共七步警車 大陣仗包圍 疑似兩名女子開車 和騎士發生行車糾紛 兩名女子稱 車上有小孩被嚇到 料三名男子和騎士理論 兩名女子超火大不斷叫囂 騎士借女子料人助陣急忙報警 還好警方火速介入 沒有引發更大衝突 其不僅車大陣仗到場協調 女駕駛和男騎士 雙方有無交通違規 還要釐清調查 記者嘉義台南 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